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营业人是136家 那占我北区辖区营业人总加数 54万237家的比率是万分之2.5 那基隆的话 它的总加数是这个20591家 那今年是选出这个5家 所以获奖率是万分之2.4 比我们的平均获奖率还低一点点 不过已经是比去年又多一家了 为配合防疫避免群聚 北区国税局方面取消公开表扬典礼 改由局长王秀忠亲自到获奖的园章玻璃 兴隆天然气 及中加宽平集中有限电视公司颁奖祝贺 北区国税局还加码自证艺术家特制精美持平 让这几家深耕地方多年的知名企业感到更加光荣 我昨天晚上就睡不着 我也睡不着 因为这个奖项 诚如这个我们王机长说的非常的难得 是2.5% 2.4% 所以 不是2.5% 是万分之2.5 所以我觉得能够得到这个奖 而且在这个防疫期间 王机长也特别专程亲民爱民来到我们基隆来颁奖给我 那我非常的感谢 其实社会责任这个暴漏万象 那其中有一块其实就是所谓的税率这一块 因为只要企业有成功在远去经营 我们来讲提供这个工作机会 那纳税的部分也会让国家在基础建设 和各种的建设让国家在我们发展 所以总是应该是人民的义务 也是我们企业的一个社会责任 其中中加宽平基隆有限电视 更已经是第二度获奖 基隆方面强调会继续加强客户服务 提升经营品质 基隆这边有电子发票的部分 其实本公司来讲 其实大部分的开力都是个人 所以其实我们在B2C的这个部分 其实就是占比大概有百分之九十级上 所以推的这一个 不管是电子发票或者是云端 这个部分对公司来讲都是有利的 所以我们公司也会积极的来推动 那就是达到这五指化的一个效果 除了表彰配合政策 推动电子发票的机油营业人 局长王秀宗也呼吁消费者 使用手机等载具储存云端发票 不但能截人减碳 还多一次专属奖项中奖机会 一举速得 我们这个一百万奖是有三十组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有这个两千元的 两千元的是有一万六千 一万六千组 那然后我们的五百元的 有多少你知道吗 一百万组 一百万组 它奖金就五亿了 一起哦 一起就是两个月 然后我们就是这个下半年起 就从七八月起的发票起 又增加了一个八百元的一个专属奖 它有十万组 所以我们一期的这个 这个云端发票的专属奖 一期哦 它的奖金的总额是多少 六点四二亿 所以中奖的几率已经提升很多了 所以呼吁大家要多多索取云端发票 在后疫情时代 国税局方面也鼓励企业能持续投资扩大经营 厚执国家经济 也为民众提供更好的产品及服务 记者张祈腾 金融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